今天改做一颗铁马边的小品 买来之前就简单的拉过一次造型 我用拆下来的布条裹起来 把主杠拉进花盆 再把翘起来枝条尽量的向下压 下压的时候带一点旋转 看到树皮刚好裂开一点位置 裹上电弓胶布保护一下 上面一段枝条比较直 十字破杠 藏上电弓胶布和铝线 再进行拿弯 我一般是做一步看一步 顺着主杠走势进行调整 基本上都是按照传统的手法 进行练习制作 所以传统的制作手法 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加强 才能打好盆景制作的基础 因为现在的枝条还不够多 主要调整的是主杠的变化 和小枝的流取 主杠曲度调整好了 就能小枝慢慢生长 像这种小盆景成型比较快 作为练手也非常的合适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修剪这颗传统造型的铁马边 首先我剪短了最下面的一个枝 不让画面过于对称 因为是多年没有换盆 枝条之间密度很大 修剪掉一些过于拥挤的枝条 无用的枝条 长在空间和养分 修剪不勤快的话 很容易退枝干枯 一般剪过的树 长势会很快恢复 之前的造型过于平面 略微旋转树干 让原来的S型增加一些变化 同时也让四面的树枝都有分布 树干看起来又高又细 上半部分的枝条有点多 显得头重脚轻 尽量缩短顶枝 老枝条真有点舍不得剪 最后还是狠心剪掉了大部分数字 现在感觉飘枝还不够长 以后继续放痒 修剪过后有没有好看一点呢 留言区里我们一起讨论学习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